刘邦在成帝之后 大风同姓诸侯王和自己的刘氏宗亲 然而有一个人似乎被他完全遗忘 迟迟没有给上尊号 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太公 那么刘邦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 后人对此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风歌第31集 太上皇帝 汉高第六年 刘邦大封诸侯王 其中包括四位刘姓诸侯王 而早在六年前 他在定陶登基称帝时 就封吕智为皇后 封了嫡子刘盈为太子 甚至连已故的母亲都给上了尊号 可以说刘邦对他身边的重要功臣和亲属 一概没有忘记 唯独有一个人 他迟迟没有考虑 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 泰国 刘邦和父亲之间曾经发生了几件蹊跷的事情 引得后人对两人关系议论纷纷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刘邦一直不给他上尊号呢 刘邦跟父亲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风歌第31集 太上皇帝 汉高帝六年 刘邦在大风29位列后的同时 封了四个刘姓诸侯王 这刘姓诸侯王中间 包括他的二哥 包括他的小弟 还有他大哥家的侄子 甚至于刘姓的亲戚 都封了诸侯王 但是刘邦这一次的分封 在他们这个刘氏家族的亲人中间 少了一个人 这个人 刘邦没有封 这个人是谁呢 刘邦的父亲 那他该怎么处理他这个父亲的分封问题呢 其实 在刘邦 封四位同姓诸侯王的时候 包括他的亲戚刘家都封了 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的父亲该怎么处理 我们怎么说他没有意识到呢 就是刘邦分封完以后 他就回到岳阳 岳阳就是今天的西安 回到岳阳以后 刘邦是每隔五天 去朝拜一次他的父亲 每一次隔五天 他准时准点的去看他父亲 但这个时候 刘邦的父亲 史书中间的称呼叫太公 每隔五天去看一次太公 太公手下有一个管家 这个管家当时叫家令 这个家令啊 就给太公说了一番话 他说你的儿子 是人主 你是人臣 这古书历来说 天无二日 土无二亡 这人间只有一个人主 你现在叫人主 每隔五天来拜一次人臣 这就坏的规矩了 这么一来 就把皇帝的权威给破坏了 然后这个太公的家令啊 就详细的给这个太公说了一番 将来 停几天 皇上再来 你怎么怎么做 交了一番 其实这个太公这个家令就是个导演 这太公就成了演员了 到了第五天 刘邦来看他父亲了 刘邦一来 他父亲呢 拿着一个扫帚 倒着走 这是当时的一种重力 刘邦一看 他父亲对他行这么大的重力 他惊呆了 他赶快就去搀扶他 搀扶他的父亲 然后他的父亲就说了 他说地人主也 奈何以我乱天下法 他说你是人主啊 你不能因为我把天下的法令搞混了 人主怎么能来拜人臣呢 这个话其实是家令 这个太公家令教给他的 这个话一说 这刘邦很聪明 马上明白了两点 第一 他爹说不出这话 这么有水平的话 他甚至他爹说不出来 一定有一个大导演 倒了这场戏 他爹不过是演的 群伦演员 再一个 他明白 他该给他爹 加个综号了 你不能 他要经孝道 他就每隔五天来看他一次 但是你来看呢 又是人主看人臣 这个不行 所以他立即就明白两个道理 所以刘邦 拜见他父亲完了以后 立即派人打听了一下 一打听 果然不错 这个导演就是太公的家令 这个事足以说明 刘邦在封儿子 封兄弟 封侄子的时候 根本没有考虑到他爹 没想到 他如果想到 他早做了 所以隔了几天 刘邦就专门下了一道诏书 这个诏书写得很有名 这个诏书这样说的 说人之至亲 莫过你父子 故 父有天下 传归于子 子有天下 尊归于父 此人伦之大吉 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父子关系 是天下中间最亲的一种关系 所以父亲有了天下 一定要传给儿子 儿子有了天下 一定要把功劳归功于父亲 这就是人与人之关系的一个最高的准则 就是人伦之吉 刘邦接着说 说天下大乱 灾病四起 在这个时候 我 劈铠甲 直立气 奋斗了几年 让天下大安 此节太公之教训 原话就是这个意思 说这一切 我现在把天下安定下来 这不过是太公教导我的结果 其实他爹什么都不会 所以他说你们现在宗我皇帝了 那么太公没有宗号 从今天开始 咱们给太公上个宗号 叫什么来 太上皇 太上 就是最上最高 从此 刘邦的父亲就不再叫太公了 叫太上皇 这一年是高地六年 这个老头的话 就做了四年太上皇 到高地十年 刘邦的父亲就去世了 从此就成为太上皇了 但太上皇这个词可不是刘邦的发明 太上皇这个词在之前有人用过 谁用过呢 秦始皇 秦始皇在确定自己的名号以后 立即就下了一个命令 追尊庄相皇为太上皇 庄相皇是秦始皇的父亲 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个太上皇的第一次用 是秦始皇用的 而且秦始皇是用在他已故的父亲的身上 说白了 就是那个死人叫太上皇 刘邦现在把他搬过来 活人叫太上皇 所以第一次的发明权起是秦始皇 但秦始皇这个用法后世影响并不大 他把已经故去的父王叫太上皇 刘邦这个用法后世影响很大 中国古人历来众是孝道 各朝代的君王们更是奉行 以孝来治理天下 他们登基成立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 往往就是给父母上尊庄 刘邦虽然最终尊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 但这个举动毕竟姗姗来迟 那么对于如此重要的事情 刘邦是真的忘记了 还是故意为之 这里面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吗 这里就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刘邦和他父亲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明白一个道理 你看一个人 你不要光看他在外面的表现怎么样 你看看他对他的父母亲怎么样 你就明白了 通过这个关系 你可以了解刘邦的真实的一面 要说明刘邦和他父亲的关系 有六件事不能不提 第一件事叫刘氏太公 说的什么事呢 就刘邦一起兵以后 刘邦就离开家了 刘邦离开家的时候 他父亲还在这个沛县的封义的家里面 那么刘邦怎么来安排他的父亲呢 是带他父亲走呢 还是留下他父亲呢 刘邦决定把他父亲留下来 外出打仗太危险了 但是刘邦并没有说对他父亲不管 他留了两个人 史书是有记载的 一个是他的二哥叫刘喜 留下来照顾父亲 第二个 留了一个沈医基照顾他的父亲 这是第一件事 这件事说明刘邦对他父亲 还是不错的 第二件事 是彭城大战的时候 刘邦攻了彭城以后 本来是想接家属的 就是接太公 接他的妻子 他的儿子女儿 包括他的二哥 把这一帮人全接走 结果 刘邦在彭城只顾着享乐 没有来得去 急去接 项羽打过来了 结果让他父亲和吕后 一下子在逃过程中间 遇到项羽军队 做了一件事 这件事 这就是刘邦的责任了 对他父亲照顾不重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一件事是很不错的 第二件事就有点问题了 第三件事 叫烹了喝汤 大家一听这四个字 就明白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汉四年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项羽刘邦两个人 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项羽就搞了一个 很不地道的一种做法 就是把刘邦的爹拉出来 太公拉出来 架到锅上 叫刘邦投降 你不投降 我把你爹碰了 那刘邦这种情况下 不能救父 他如果投降 他前功尽弃 他不可能 所以刘邦就说了几句 很有名的话 这几句话 后来被很多人指责刘邦不孝 这几句话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观众熟悉 这段历史都知道 叫五翁吉洛翁 必于彭尔翁 则姓风我一杯羹 就我爹就是你爹 你要把你爹烹了 我跟着一块喝汤 当然这个话说了不好 这话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绝情绝义 毫无父子之情 人们说刘邦不孝顺父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但这件事 刘邦无奈 他不能救父 他又不能够投降项羽 那他只有这样办 假如说这真是一个流氓语言的话 那也应当是项羽的流氓行动在前 刘邦的流氓语言在后 虽然绝情 虽然 对不应该悔悔的 我悔悔的